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求您太太回家吃饭 喂 景太太 晚上想吃什么 假期最后一天随便你点菜 我现在在医院 你在哪家医院 哪儿不舒服 不是我 是我朋友 晚饭你随便做吧 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回去我们再说 好 你怎么了 我在想我的初恋 其实我今天原本是打算过去找她的 如果不是身体临时出了问题 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在一起了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她 六年后的第一次重逢 我怎么能这么狼狈 男人女人都是视觉动物 还是要适当地保持一些神秘感 我打算等下周孝庆 再给她一个惊喜 那祝你成功了 算了 我还是淘宝吧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法轮锅 能做甜品还有红烧肉 关键是拍照的颜值特别高 我现在下单的话 节后估计就能发货 其实这沙发也 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 红色还是绿色 红色 不是我的幸运色是绿色 那就绿色 算了吧 还是红色 大过年的绿色不吉利 我要不再帮你买个蒸蛋器吧 每次看你用这个 我都觉得你会一氧化碳中毒 不急 先帮我把鸡蛋剥了 一定要吃鸡蛋吗 你不喜欢 我从小就不喜欢吃鸡蛋 蛋白又没味道 蛋黄又耶人 好 知道了 你先剥 别麻烦了 加工来加工去 也就是蛋白的蛋黄 先吃饭吧 怕完再吃 这是什么 满园春色 来吧 这个我来拿吧 我看你拿这个有罪恶感 这个要是让池仲裕看到了 他肯定以为我虐待你 明天呢他就敢把明证据搬到这儿 让我们提前结束你混冷静起 红本变绿本啊 胡说 现在男女平等了嘛 我又不能让你在做苦力活的时候 要求你身世风度 分享全力的时候我才说男女平等 走 那我就拿一支 我们分担一下 司经理 别老这么惯着我 我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 你偶尔也需要满足一下 我作为男人的自尊心 我通到冷剧场清场 以后你少和阿玉瞎混 我好了 你这样不冷吗 不冷啊 走吧 别动 额头沾了灰 我谢谢你啊 这个叫发际线粉 你拿椅子干嘛 走 行吧 王姑娘 阿佩 走这边 随便 回家换衣服 你不是刚换 坐这边 这是哪儿来的 借的 小心烫啊 冷吗 你吃吗 还热着呢 不要 不要 吃吧 好 吃吧 太好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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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哥 我忍他很久了 上学的时候就喜欢针对你 竟整那些上不来台面的 小操作的恶心人 那也不能浪费粮食 教过你很多次了 狗不能吃盐 我认为他用不着这个 景晨 你自己说我刚才有没有胡说 难道你不是窝仔乡下 一事无常 是 没错 其实啊 我是很欣赏你的才华 加入我吧 我可以给你抬头 保证你在三年内 就能在南城买车买房 我不去 景晨先生 请问哪位是景晨先生 我是 景晨先生 您有一束花需要签收 真笨 真笨 现在把你的手机音量调到最大 给我开工放 这美照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在咱们一群学美术的人面前造假 不好意思啊 麻烦把花原路退回去 你要是退了的话 明天送到你手上的 就是九百九十九朵了 景先生 我真的非常欣赏你的才华 家里摆满了你的作品 请你接受我这位粉丝的 小小心翼吧 可以啊 别闹 我这几千手 记得给我说好了啊 还等着还呢 九百九十九朵 那不得好几十万哪 把美颜大超当情绪玩 还能差某人一个胎头 谁知道他是不是自导自演的 那充场面呢 能一下子拿出来 九百九十九张百元美超 你倒是也充场面看看 学神这粉丝 他不是家里开银行的吧 别误会 是我太太 南城商业银行 承锡之行的客户经理 你们有业务可以找他 景城学长 景城学长 有学姐让我送花给你 他还真是 在美术厅有大惊喜 哦 果然帅哥 这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诚哥 你说得没错 有你这波狗粮在 拿我这香酥大牌喂狗 是浪费了一点